这些小混混 捡到了一副先进的外星战甲 他们试图用切割机将其切开 但根本就切不动 而且仔细一看 战甲受损的部位接触到水 就会自动修复 就在这时 黄毛好奇的把手 伸进了机甲的出手之中 没想到这重型机甲 虽然可以同步人体的动作 几乎毫无重量 比阿凡达还要惊艳 可下一秒 战甲伸出无数的尖刺 全部刺入了他的肌肤之中 疼得黄毛哇哇直叫 众人费了老大技 才把他的手拽了出来 眼看这套外星机甲太过危险 吓得大家不敢再去研究 特姆决定上交国家 说不定还能领取不少赏金 结果却遇到一帮抗议游行的群众 特姆本是好心上前拉架 结果却被武警当成暴徒 给暴揍一顿 这让老实人特姆很受打击 于是他隐瞒了外星机甲的事 外星机甲究竟从何而来 时间回到一天前 莫斯科迎来一场百年难遇的流星雨 无数民众纷纷前来观望 巧合的是 在寂静的太空中 还有一个不明飞行物正在行驶 但在经过地球的时候 受到了强烈的流星雨的冲击 飞行物这才不得已露出真身 而且还偏离了航线 又阴差阳错地随着流星雨冲向地球 俄军航母库兹涅佐夫号 提前发现太空中 混在流星雨里的不明飞行物 并且以每小时600到5000公里的速度 侵入俄罗斯境内 俄军以为要遭受攻击 于是立即从航母和地面 起飞数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进行空中拦截 却没有得到任何恢复 此时所有人 还在兴致勃勃地看着天空中的流星雨 丝毫不知即将到来的危险 特母和女友闺蜜三人一起来到天台 说好的一起去看流星雨 但特母显然对流星雨不感兴趣 她现在只想和女朋友来一场恋爱游戏 于是在特母的软磨硬泡下 闺蜜也看懂了他们的饥饿 直接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给了他们 留下闺蜜一个人 拿着望远镜欣赏壮观的景象 伴随着直升机的轰鸣 接到命令的战斗机 开始向不明物体发射两枚导弹 不明飞行物遭到重创后 产生了一道能量冲击波 导致附近的战机完全失去控制 危急时刻 飞行员不得不跳伞紧急迫降 与此同时 方圆百里内的所有电子设备 也都被电磁波干扰 众人抬头 只见一个巨大的不明飞行物 冒着滚滚浓烟 朝着莫斯科市中心急速坠落 人们这才反应过来 仓皇逃离 但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坠落的速度太快了 闺蜜当场被夺去了生命 三秒结束的两人也成了受害者 甜蜜温床差点变成了鬼门关 幸好特母眼疾手快 抓住了从高楼坠下的尤里亚 飞行物一路火花带闪电 撞向了一堆建筑物 飞行的圆环犹如旋转的利人 将沿途的高楼斩断 最终再撞毁了几个街区的楼房后 飞行物缓缓坠落到地面 并开始滑行 所经之地变为一堆废墟 给莫斯科中心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导致二百多人死亡 让整个莫斯科都被前所未有的恐慌笼罩 军方第一反应就是外星文明入侵 立刻就封锁了现场 我仿指挥官老王接到上级的指示后 和国会代表进入封锁区 准备与外星文明进行和平交流 了解他们抵达地球的目的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军方在附近的高楼上布置了狙击手 随时做出应对 这是一个身穿机械装甲的外星人 从飞船中走了出来 外星人用脑电波跟两人进行交流 然而装有心脏起搏器的国会代表 却被电磁波干扰 很快便倒下了 老王只能自己在国会上进行汇报 他称外星飞船在宇宙巡航期间 不慎意外坠落地球无意侵犯 并要求人类不要靠近飞船这边 他们修好了飞船马上离开 国会高层们对这种说辞 并不是很幸福 但考虑到 外星飞船可能配备未来时空武器 飞船坠毁的区域周围建立隔离区 给外星人一些时间来修好飞船 并驻扎武装部队进行看守 随时准备在发生意外时 攻击外星飞船 另一边 受伤的尤利亚从医院醒来 在得知闺蜜遇难后 内心悲痛不已 他认为是这些外星人 害死了他的闺蜜 于是此刻 一个倔强地针对外星来客的复仇计划 已经在尤利亚内心开始酝酿 在偷走了父亲的手枪之后 找到了混混男友特姆的修理厂 让他陪自己去隔离区找那群外星人 为自己死去的闺蜜报仇 作为信奉咔咔就是干的战斗民族来说 就连一个上市学生的漂亮妹 都有着要干翻外星人的决心 几个头脑发热的小伙也一起加入 就这样 特姆拉上他的兄弟们 组成了一支小队 趁着夜色从秘密通道潜入隔离区 避开了附近的巡逻队 进入到一栋即将倒塌的大楼内 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外星人的设备 而尤利亚孤身一人 走进闺蜜生前的房间 看见闺蜜的照片后 她心中百感交集 陷入了沉默 就在这时 忽然出现一个外星人 尤利亚大惊失色 举枪就射向外星人 自己却失足掉了下去 幸好外星人及时抓住了她 嗅了她一命 尤利亚惊讶地注视着外星人 发现头盔里盈盈闪现出一张人脸 这不禁让她瞪大了双眼 她的男友纹身赶来毫不废话 立刻对着外星人一顿暴揍 外星人猝不及防 一个没抓稳 直接从高处笔直坠落了下去 众人赶紧下楼去查看 只剩下空空如也的铠甲 而且里面的血迹 竟然跟我们人类一样 然而只有尤利亚 看到外星人就躲在一边 身上盖满尘土 看上去和人类一模一样 可她并没有声张 而是和大家一起 把外星机甲作为战利品带回去 没想到这一动静 引来了附近巡逻的士兵 他们被迫丢下金属装置 抬着机甲逃之夭夭 而赶来的士兵 也将外星装置带回了实验室 科学家看到此等产物 意识到他们的科技 远远领先我们的人类文明 科学家对此无从下手 回到家后 尤利亚辗转难眠 一想到救了她的外星人 她就睡不着 连闺蜜的仇都给忘了 于是独自一人 偷偷又来到了隔离区 用塑料薄膜 把陷入昏迷的外星人 给包了起来 然后用小推车 将其装到卡车之中 一路开到学校 她找来了立志 成为医生的同学小帅 请她帮自己 检查外星人的伤势 小帅看到外星人非常吃惊 原来外星人脱下机甲 跟我们一样是人形生物 她随后证实 外星人的身体结构 确实与人类相同 但她失血过多 要及时输血 于是两人偷偷 带着外星人去了医院 并通过父亲在医院的人满 顺利地进了手术室 通过咽血 小帅发现外星人的血型 和尤利亚的血型 完全吻合 尤利亚毫不犹豫地 就给外星人输血 不久之后 外星人果然醒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这不就是一个外星帅哥吗 输完血后 尤利亚来到外星人身边 帮她拔了针头 然后顺便吃点豆腐 突然外星人一把握住尤利亚的手 原本戴在外星人手腕上的 高科技手镯 突然转移到了尤利亚的手腕上 这让尤利亚很是意外 不过她也没有时间 细细研究这奇妙的一幕 急忙开车把外星人带回了家中 把她绑得严严实实后 也终于有空去洗个澡放松一下了 然而眼前的一幕 把她吓了一大跳 手环竟然能够控制水分子 并且自己能够随意操控水分去向 与此同时 国会发现外星飞船像磁力一般 将坠落地点周围的河流全部细干 修复受损的飞船 国会官员对这种行为很不满 想要阻止 但老王坚决不同意 毕竟是被我们一炮给轰了下来的 说不定人家真就是路过呢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静观其变 不久后外星人也醒了过来 她竟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并自我介绍叫海肯 这让尤利亚和小帅都很意外 尤利亚救她 只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她担心外星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所以给了她一些衣服 让她尽快离开地球 海肯没有过多解释 自觉地离开了 但那片区域被封锁 她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 所以被当作可疑人带走了 好在尤利亚及时发现 立刻朝着警车就追了过去 尤利亚来到了警局 亮出父亲的身份 原来父亲是国防指挥官老王 随后她轻松就把海肯保释出来 这一次尤利亚完全忘记了 她最好的闺蜜 海肯告诉尤利亚 飞船坠毁的时候 里面最重要的核心能量被撞飞了 如果她想回到自己的星球 就必须找回这块能量时 否则飞船根本到不了 距离地球47光年外的地方 尤利亚清楚能量时被军方拿走 看到海肯渴求的眼神 尤利亚答应帮助她 于是便带着海肯 来到老王所在的军事基地 却被值班警卫告知不得进入 尤利亚无奈下 只好骗警卫转报老王说自己怀孕了 作为父亲 老王自然第一时间见尤利亚和海肯 可老王见到尤利亚和海肯之后 大发雷霆 觉得年轻人实在是太冲动了 在赶走指挥部的所有人后 尤利亚介绍海肯 只是孩子父亲的候选人之一 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老王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吐槽 尤利亚则上前一把抱住了老王 并告诉她说这只是个玩笑 然后趁机偷走了老王的门禁卡 让海肯赶紧去实验室 拿回那块能量室 海肯拿着通行证 一路畅情无阻 她乔装成老王混进实验室 她轻轻一碰 就把设备的核心能量室取出来了 一旁的科学家都看得目瞪口呆 梁九才反应过来 立刻拉响了警报 老王在基地听到警报 担心女儿的安全 亲自将尤利亚和海肯送了出去 殊不知外星人就在自己的车上 海肯表示要尽快把能量实装到飞船上 因为离宵尽还早 尤利亚只能先带海肯回到了自己家 在相处的过程中 海肯从尤利亚的狗狗眼睛里 发现狗狗身患重病 于是海肯通过能量室 让尤利亚的小狗获得了永生 这让尤利亚感动不已 原来外星人是不朽的种族 随后尤利亚给海肯尝了长地球上的食物 海肯感觉特别的美味 两人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还没等他们撒多少狗粮 就在这时老王突然回来了 不用想也知道是海肯被通缉了 尤利亚只能被迫带着海肯转移 两人无处可去 只好先去了小帅家 可小帅的爸爸也很快就要回来 这时尤利亚发现了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明明非常紧张的逃亡旅程 尤利亚却和外星人还有心情看演唱会 两人立即脱掉外衣 跟着躁动的音乐声狂欢起来 狗粮更是洒得满满一路 老实的特母还被蒙在鼓里 随着两人的双手核实 海肯将尤利亚带入了自己的意识领域 这里便是她的家乡 水为这个星球上的一切提供动力 海肯告诉尤利亚 他们科技高度发达 已经实现永生 原本对地球实行不接触政策 毕竟他们认为 地球是一颗暴力指数很高的星球 但因为太空船被卷入流星里 才迫不得以亲密接触人类 他们的科技也不允许泄露给地球 如果有人登上飞船就会被杀死 在能量时复位之后 他们就会驾驶飞船离开地球 再也不会来 尤利亚想到海肯即将离开 顿时一股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头 原本要把外星人赶出地球的复仇女孩 对眼前这个并无攻击性的外星来客 产生了感情 他们的亲密举动 刚好被男友的朋友看见 他立马通知特姆 你可能被绿了 演唱会结束后 尤利亚带着海肯来到了飞船附近 在分别的那一刻 两个人对试着深情的亲吻 这一切都被尤利亚的老实男友看到 没想到才仅仅一天 就被外星人戴了绿帽子 他怎么能不生气 上去就是一顿暴揍 海肯并没有还手 毕竟自己理亏绿了别人在先 尤利亚赶紧解释说海肯是外星人 还说他是比人类高等的物种 意思就是比你更持久 这无疑又让他男朋友不爽了 反手就给了尤利亚一个大嘴巴子 当海肯看到尤利亚被打的时候 小宇宙彻底炸开了 他展现了超强的实力 但也没有要人性命 只是简单地将他们打趴下 黄毛随即掏出手枪 准备偷袭外星人 却在混乱中打死了自己的同伴 巡逻队也在这时候赶到现场 前男友一看干不过 撒腿就跑了 失去理智的特务 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律了他的外星人 才导致他的同伴死亡 并开始在网上散布谣言 称外星人给地球带来的隐患 消息迅速传遍了网络 他开始煽动那些在事故中痛失亲人的人 挑唆大家跟外星人干长 还说他的朋友就是被外星人弄死 于是战斗民族的血气 被一个想到丝绸的家伙给唤醒了 很快一群暴徒便冲到了隔离区 军方试图想要阻止 结果一场暴动就这么爆发了 察觉到危险的飞船 也出动了大量的护卫机甲 双方立即开战 显然外星人并不想与人类发生冲突 只是击倒了攻击人员 并没有痛下杀手 一切都是为了自保 同时也在阻止人类靠近飞船 然而真正动手的却是街头平民 在不明来意的外星飞船高压威胁下 人们彻底失去了控制 外星人却一直保持克制 尽量不伤害到人类 而老王这边迫于上级的压力 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向外星人开战 为了帮助心上人安全地离开地球 尤利亚趁机偷走了老王的佩枪 并以自己的生命威胁她 她要把海肯送到飞船上去 这是阻止战争的唯一办法 父亲只能让她冒险一事 就这样尤利亚开车一路狂奔 必须抓紧时间让海肯登上外星飞船 因为海肯告诉她 如果人类继续这么攻击下去 一旦事态失控 飞船就会启动自毁程序 所有人都会被巨大的能量拨杀死 混乱之际 一个外星机甲出现在车子身后 正是尤利亚的前男友特姆 她铁了心要报复背叛的女友 并杀死插足的第三者 在外星科技的加持下 她力大无穷伸手敏捷 徒手就能将装甲车当场掀翻 尤利亚在剧烈的翻滚中陷入了昏迷 看到尤利亚遭到无辜的伤害 海肯也怒了 谈一场超越时空的爱情有错吗 随即海肯带着心中的怒火与特姆对抗 然而没有战甲的海肯 根本不是特姆的对手 而那种一锤子 就能把车砸变形的外星装备 对着外星人海肯一顿爆锤 海肯虽然被打败毫无还手之力 但他居然都没有暴体 而且能扛住机甲 这肉身强度最少也是练体巅峰期 就在这时 尤利亚终于醒了过来 他立马启动装甲车 直接向特姆撞了过去 这才救下了海肯 当然作为咔咔就是干的战斗民族来说 这一次军方始终和外星人一样保持克制 配合飞船护卫机甲 迅速制服暴动的人群控制住了军事 并主动在外星人面前放下了武器 似乎一切都会变得和平相处 但是激进暴力的特姆虽然也有正义感 但是却把正义感用错了方向 极端自我的情绪 在女友遗情别恋的情况下 难免成为煽动暴乱的主谋 最后受损的机甲也将他吐了出来 当他看到尤利亚和海肯恩爱相拥时 他还是不甘心 果断捡起了冲锋枪一顿 虽然海肯及时护住了尤利亚 但子弹还是将两人击穿 士兵们迅速控制住特姆 这时外星飞船启动 老王还算冷静命令手下不要冲动 这赢得护卫机甲的赞赏 两个更为强大的外星人 将尤利亚和海肯带上飞船 并将捶死的两人放进水缭容器里 用他们的高科技对两人进行治疗 老王也惊讶地发现 那些机甲护卫都是由系统控制的 这时飞船上的人工智能索尔告诉老王 为了让尤利亚活下来 海肯用了自己一半的生命为他殉命 因为人类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物种 地球被外星人禁止公开访问 尽管地球上气候疑人 但在五千年来 有四十亿人悲惨地死去 发生过一万五千次军事冲突 如果人类继续互相残杀 六百年后人类文明将会灭亡 自然资源将彻底枯竭 而水星人是从人类分裂出来的 另一种进化种族 科技凌驾于人类 无好争斗 没有爱和恨 自然也没有各种纷争 所以他们成为了不朽种族 他们不想参与地球人类的毁灭历程 他们原本打算远距离观察地球 在确认地球没有侵略性之前 不会与人类接触 但海肯和尤利亚舍命相互救助 这让索尔对人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他意识到还有比永生更重要的东西 回去之后 他们将会重新停估地球 随后尤利亚通过水疗再生成功复活 这也到了外星人离开的时候 随着核心能量的注入 飞船成功启动 尤利亚和父亲紧紧相拥在一起 看着缓缓升起的飞船 将昏迷中的海肯带离地球 飞船离开地球的那一刻 将所有吸纳的水资源都还给了地球 故事的最后 外星人究竟是否存在 至今仍然是个未知之谜